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跟高鐵局局長 部長跟高鐵局局長 委員長 我先問兩位 我不問董事長 如果我們通過裁改 立法院的附帶決議 而且還是修法時候的 三讀通過的立法說明 這樣的要求 高鐵可以不服從嗎 我們當然會遵照大院的指示來處理 所以如果他們抑鬱推翻 立法院立法說明裡面 三讀通過有法律效力的決議 而且公然說它抵觸法律 到底有沒有抵觸 我不曉得委員說手指為何 當然是報紙上沸沸揚揚說 有關於我們要求採改之後公股及放公股股全不得移轉 高鐵準備三年後移轉 現在沒有這個想法 現在最重要是讓高鐵可以整個移動下來 為什麼會不會有這個想法 為什麼會不會有這個想法 你用什麼確保不會 委員會的決議就是這樣子 可是他們曾經想要推翻 我不曉得這個消息從何而來 你確定有沒有這個事 他們有沒有想要推翻 部長就你所知 我是不知道有這樣的想法 你不知道嗎 來局長 他們有沒有想要推翻 報委員 我們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聽過 有沒有想要推翻 有沒有說依證券交易法 三年後就要公開發行 有沒有曾經這樣過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 要求未來的股份 公股放公股 不得買賣變更 公股跟放公股 比例要維持在63.9% 我們的附帶決議第二項 你看到沒有 下來 再下一頁 對 有沒有 國務委員 完全就照著我們大院的 呃 為什麼曾經想要推翻 沒有推翻 對啦 為什麼曾經想要推翻 從來沒有想過 誰曾經想要推翻 曾經沒有想過 未來也沒有想過 沒有 曾經有沒有想要三年後公開發行 三年後公開發行只是說這個股份 政府買了以後 這個私募的這個政府一般性的一個規定 即使是公開發行 我們公司現在是公開發行 今天我們政府的投資公開發行公司 這個股票當然就是公開發行 但政府可以決定不要賣 可以接受我們立法院的監督 但是你們決定三年後要公開發行嘛 對不對 都要賣啦 我們現在的股票就是公開發行的股票 沒有我們講的當然是你們私募後的那些 私募的這個錢 這個股票 那麼在這個私募的規定裡面有一個三年的規定 對嘛 那只是那個私募的規定 這跟我們公司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 那你們公司準備引用那個規定嗎 公開發行嗎 那個規定並不是說你公開發行了以後要賣 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公開發行 有啊你們內部有說是抵觸法律啊 我不知道內部哪一位 但是我跟這個委員報告沒有 你們立法院的四大決議你們有沒有全部經由董事會通過 有我跟委員報告 決議抵觸國家的法律 有沒有 你們到底有沒有誠意去落實我們的四項負擔決議 有 覺得沒有嗎 現在有 未來也有 好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我想從交通部的立場一定是正常大問題 我們只是在辦理 來啦 我們不要口惠而食不治 來你們要用什麼方式讓我們確保 確定相信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 你也可以做個負貸決議 每一年 我不要負貸決議 檢查一次嘛 看看這個股票還在不在嘛 沒有 我要你們董事會開會 然後通過具體執行立法院的四大負貸決議 對 董事會是開會通過的 沒有 你們沒有全部通過 哪一條 哪一條沒有 我可以把報告詳細 如果有呢 詳細跟委員報告 如果有沒通過的呢 不會沒有通過 不會沒有通過 立法院的財務改善方案 我們全部在董事會跟股東會都通過 你們真是一派謊言 一派謊言以為我們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一週刊怎麼會寫 自由時報怎麼會寫 怎麼會說你們這個三年的規定之後 你們就要胡掉它 一週刊怎麼寫 我沒有辦法評論 但是我今天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股東會 跟我們的董事會 都是照立法院的決議 通過了我們財務改善方案 請委員這個部分呢 放心 你們八月十一號的董事會 吳永錢怎麼講 吳永錢是誰帶進來的 獨立董事 我推薦的 對啊 明明就是他 公然在裡面批評 立法院決議抵觸法律是有問題的 高鐵公司的提案 只需表達法律規定的內容即可 立法院的決議可以不列 那是以後的問題 而且立法院將來也可以做出同意轉讓的決議 我的手中有文本 我跟 你們在你們的會議資料 總共二十七頁裡面的第十四頁 明明白白的拿出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的規定 要求 要求 依該條文規定之轉讓對象 及條件外 施募之普通股交付日企 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 本公司擰於 你說 你說 本公司擰於 發行滿三年後 依據證券交易法規定 向主管機關辦理本次 施募普通股公開發行 我跟委員報告 在這個會議討論的時候 我是主席回避 所以剛剛您講的無董事的發言 我是沒有聽到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我跟委員報告 最後的決議 董事會的決議 我要問的不是這個 你回避嘛 你回避嘛 回避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不願意負責任嘛 可是我要問你 這個會議是事先準備好的 你們事前就已經準備好 三年後要公開發行了嗎 我們的決議不是這個樣 我不管決議 我管的是你事前 怎麼敢做這種想法 還有這個會議資料 你們事前這樣準備的時候 你董事長知不知道 董事長可以不知道 然後又回避不開會嗎 你回避個什麼啊 為什麼你要回避 為什麼董事會你要回避 然後叫一個獨立董事 在那邊你自己 一手帶進來的獨立董事 你回避之後 他在那裡講說 立法院的決議 抵觸法令 在那邊講說 以後搞不好 立法院還說同意轉讓 你搞什麼 請問 我不放心啊 這個事實 讓我不放心啊 你務必要放心 第一個 第一個是會議資料事前 就準備要推翻立法院的決議 會議資料事前準備董事長 趕在這裡講說你不知道 沒有要推翻立法院的決議 第二 當天的時候你帶進來的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獨立發言 我事先不知道 事後也沒有跟他去詢問 你們最後通過的決議 我們董事會的最後的決議 我比較跟你 為了避免大家的誤會 他們最後 他們最後通過的決議 是選擇性的選擇立法院的決議 立法院決議四大決議裡面 大概總共有這一些 然後呢 他們8月11號董事會 這是董事會不是股東會 8月11號的董事會 通過的決議裡頭 第一個是營運延長特許期有通過 然後第二個是普通股減資六成 他們有通過 但是范公股股全不得轉移的事情 他們根本沒有通過 沒有承諾 然後只講說普通股交付三年內 不得自由轉讓這個事情 三年後 你們的準備資料是三年後要公開發行 然後私募特別股增資300億有通過 設立平穩機制有通過 票價調整送立法院備查 你們談都不談 然後每15年檢討一次 送立法院審查你們也談都不談 四大決議裡面 這個決議你們談都不談 你們只選擇性的去通過普通股減資六成 營運延長特許期 私募特別增資300億跟設立平準機制 我要你們重開 今天242億絕對不給 凍結到你們重開董事會 把立法院的決議通通變成董事會的決議 你們明天開就明天解凍 後天開就後天解凍 一定242億要凍結到 確保董事會 確保董事會 落實立法院的決議 董事會有在落實立法院的決議 你們沒有列入董事會討論以後 確實落實 我已經會議紀錄都看了 現在的這個會議紀錄 我們的重要公告事項充分的反應 你的重要消息就是沒有這一條 我們的重要事項 現在立刻上網 如果你重要事項裡面 有把立法院的決議100%上去的話 我下台 如果沒有的話 你下台 委員 我今天早上已經看過了 那一頁我只是沒有秀出來而已 還來得及補上來 我就補給你看 你的重要消息公告裡面 根本沒有把四大決議全部公告出來 你根本董事會沒有把四大決議100%放進去 如果本席證明你沒有的話 你立刻給我下台 還在這裡狡辯 你以為我們沒有資料嗎 以為沒有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沒有 當然你有最充分的資料了 但是我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整個的一個作業完全是按照 242一凍結 凍結到 你重新召開董事會 把四大決議1510變成董事會決議 這個合理嗎 今天挑戰所有我們的主席 跟挑戰我們交通委員 委員會的委員 到底立法院的決議 要不要變成高鐵的決議 今天要給他242億 如果給他的242億 他不能夠確保保證 會落實我們立法院的決議的話 我們給的怎麼會對得起人民 我憑什麼會對得起人民 我如何確保 因為你根本裡面是這種文化這種氛圍 你還敢回避耶 這種重大的議題討論的時候 董事長還敢回避耶 你回避什麼 什麼理由回避 根據公司治理 對你回避哪一條 哪一條 因為我是韓發會的代表 那韓發會也是私募的對象 根據公司治理我必須要回避 哪一條 哪一條法律規定你要回避 你身上的職責就是帶著要去落實立法院決議的職責 你是韓發會的代表 你要去落實立法院的決議 那你回避 你說根據公司治理的話 那我問你哪一條 哪一個法公司法的哪一條叫你回避的 拿出來唸 來 這個法我可以事後查一下 跟委員補充 那你回避的時候 任令你自己一手帶進來的獨立董事 在那裡挑戰立法院的決議 講這種話 講到這種地步 簡直是打臉立法院嘛 立法院決議可以不列 那是以後的問題 而且立法院將來也可以做出同意轉讓的決議 高鐵公司還說立法院的決議抵觸法律 是有問題的 我怎麼可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給你242億啊 憑什麼給啊 部長你會不會承諾 董事長你會不會承諾 立法院委員會 立法院的決議 三讀通過的決議 一定要一五一十落實成為董事會的決議 我只能講是說 委員的這個 所提出來的 那麼立法院的決議 交通部一定照辦 沒有第二句話 沒有我要高鐵公司照辦 高鐵公司哪裡聽你交通部的啦 我想 高鐵公司也是 高鐵公司也是 高鐵公司由他公司自理的自轉的軸 你的 你的比重 你目前的比重都還不到 還不到可以 可以 所以才需要 要爭執來掌控 我爭執要掌控 我爭執要掌控 我爭執要掌控的同時 我就要求他要 照立法院的決議 變成董事會的決議 連這個你們都不肯同意 召開董事會嘛 把這個立法院的決議寫明白一點 我要跟委員報告 爭執的這些錢啊 未來所有的股份都掌控在交通局跟公股裡頭 沒問題啦 沒問題啦 但是我決定以後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遵照立法院決議 我只要求得很卑微 你什麼時候開完董事會 把立法院的決議寫得清楚 你就可以解凍啊 我想 你插了一個月的臨時董事會 你插了幾個禮拜的臨時董事會 你插了幾個禮拜的臨時董事會 那麼導致了不必要的誤會 還有他們 還有他們的會議準備資料耶 他們最後的決議 社會會會洋洋的時候 你就聽他 聽他跟你呼嚨耶 那個主席我要求喔 我要求今天242億要副條件通過 我最後一件 那個條件就是 你們一定要在董事會裡面 通過決議去確保 確實落實立法院的決議 我跟委員做一個請求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話呢 未來53年 特許進行做有效 也就是說 立法院的決議 高鐵公司董事會 跟股東臨時會 完全遵照立法院的決議 你已經失去誠信了 做的決議 這第一點 因為你們8月份 8月11號的董事會 讓你失去誠信 今天在這裡口說無憑 所以我很具體 既然你認為100%會落實 那麼你就讓他變成董事會的決議啊 我再跟第二點 接請 那個主席 主席我們今天的招委 是會計師的大勞 是會計學界的大勞 也是會計產業領域的大勞 你讓他平平理 讓他做主持的這個會議上 看看這240而已給你的時候 需不需要付條件 要求你在董事會 落實委員會的決議 合不合理 我們這樣要求 我想那個 那個當然 我們知道那個 這一次的那個 他們要這個200多一次 蠻急迫的 因為馬上就馬上就要 他馬上可以召開 臨時董事會要幾天前通知 臨時董事會幾天前通知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附帶一個結議 就附帶一個結議 說 就是凍結案 他通過才解凍 很簡單 就是一個凍結案 我全部給 一毛錢不刪 全部給 但是我凍結到 你自己開完董事會 你就自行解凍 也不必來報告 我們等一下 那個等一下再討論 我想要執行我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我要趕回高雄 所以我一定要主席承諾 你不要放水 我沒辦法接受主席放水 我不會放水 我已經寫了 我已經寫了 寫了就好 我們會處理 我會處理 因為董事會 董事會 把委員 把立法院的決議 變成董事會的決議 有什麼困難呢 好啦 主席承諾 你的決議讓他過 這樣 對啊 就是這樣 好好 我們接下來請李鴻軍委員 諮詢 李鴻軍委員諮詢完了 我們休息一下